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财务预算 所谓的财务预算 那它肯定是属于综合性比较强的预算 它实际上就要把前面所介绍的营业预算 那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做一个汇总 整个在财务预算中包括三张报表预算 现金预算 利润表预算和 资产负债表预算 那在这个预算走起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以现金预算开头的 为什么 现金预算里因为包括有现金的筹措和运用 在这个筹措里面是不是要包括有借款 那借款就势必会有利息费用的产生 我们前面说了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是放在营业预算里面 财务费用没有进去 那财务费用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的现金预算完成 因为现金预算里面包括现金的筹措和运用 好 财务费用预算完成之后 那利润表预算才可以完成啊 因为利润表在算时要用销售收入减销售成本 减去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对吧 你要把财务费用给扣掉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利润表的预算才可以出来 但利润表预算出来就是有了净利润 净利润有了之后资产负债表的预算里有一个项目 就是关于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呢 它的数据一个是等于就是我们说去关注于它的期末数据 怎么预计 七出数据是有的 加谁 就是加本期增加的净利润 再减去什么 减去发放掉的股利 也就是说净利润减去发放掉的股利就是留存收益的增加额 用七出未分配利润加留存收益的增加额就得到了期末的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这样的数据啊 所以说这三张这个综合性质的预算 现金预算它是第一张 因为在这里关于现金的筹措和运用可以得到利息费用 那么接下来才可以完成利润表预算 因为利润表里面除了要减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以外 还要减去利息费用等财务费用 那么利润表预算里的净利润出来之后 才可以走到资产负债表预算里面 期末未分配利润就等于七出未分配利润 加上利润表预算中预计的净利润 再减去预计发放的股利 那资产负债表的预算里的未分配利润项目才可以得出来 所以它的顺序是先现金预算 再利润表预算 最后到资产负债表预算 我们做哪个预算 排在前面的相关的数据是已经有了 对吧 才能够汇总到后面的 所以在后面的预算 是要把前面的预算的数据 其实都是要予以使用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金预算 作为这个现金预算的内容呢 包括有可供使用的现金 可供使用的现金是七出现金余额 加现金收入 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那么再减去现金支出 得到现金多余或不足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再考虑多余可以运用 用起来不足 那就是要去筹措 对吧 你用起来可以去支付利息 可以还本 那你不足要去借钱 那要考虑利息费用的计算问题 所以整个现金预算 它的框架告诉我们 它实际上是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步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七出现金余额 那这一块呢 上一期的期末现金余额 是等于下一期七出的现金余额 通常这个数据是已知的 加上销获现金收入 这不就是来自于销售预算吗 在销售预算里面 我们说包括有全责发生质 所形成的销售收入 这个是纳入到利润表 那么还有呢 就是跟我们的收复实现质有关的 现金收入 这个数据其实就是纳入到我们的现金预算里 对不对 好 现金预算是有了 这一块现金收入 那这是可供使用的现金 再减去一系列现金支出 我们前面在做营业预算里面 可以发现 材料费用有现金支出的部分 人工费用全部参与现金预算 制造费用把折旧给扣掉 有现金支出的部分 销售及管理费用 把折旧扣掉有现金支出的部分 另外的话 企业可能还会有这种战略性的投资 对吧 比如说去购置这样的一个长期资产 购置固定资产的 没有纳入到我们的营业预算当中的项目 好 那减去一系列现金支出 包括股力支付的 这个都是会作为一致条件告诉我们的 就得到现金多余或不足 对吧 我们在现金多余或不足 没有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期末现金余额 至少要达到他比如说期末现金余额不是说大于零 比如说至少要等于五万元 你如果说现在现金多余或不足 里是四万块钱 那就不够了 还要去借钱 对吧 就是他会告诉你至少这个企业的 领想的现金余额是多少 绝对不是仅仅大于零 那么简单 在此基础上去筹措现金 有现金的运用 对吧 有现金筹措流入 有现金运用 这个实用 这就是一个流出 这样的话 才得到期末现金余额 这个期末现金余额 至少要达到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现金余额的要求 好 那么期末现金余额出来了 就是下一期的期出现金余额 是这样的一个衔接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筹措现金 包括什么项目呢 包括向银行借款 对吧 这个是加 因为这个会导致期末现金余额的增加 现金运用 环本付息 偿还债务 支付利息 还有呢 我们把钱给用起来 去投资有价证券 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有价证券卖掉 这个会导致现金的流入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筹措和运用这一块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这个案例啊 一定就是它是借助在前面 一系列营业预算的基础上 我们要去填列 但是呢 它会有一些要求 我们好好看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 好 我们看 某公司理想的现金余额是80万元 不够80万不行 我现在现金 期末现金 如果算起来是79万 就是现金多余 获不足 多了79万 不行 还要去借钱 为什么 因为要保持起正常的生产经营 它说了 理想的现金余额是80万元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营运资本管理里面 现金的最佳持有量多少是合适的吗 对吧 那么最佳现金持有量 其实就是相关总成本达到最低 它现在测算下来 理想的现金余额是80万是最为合适的 不足就要去借短期借款 这个借短期借款的数额通常我们设为X 好 银行借款的要求是 必须是10万元的整数倍 我缺了9万 那就是要借10万 对吧 好 那么银行借款的利息呢 按计支付 所以你只要有借款 每个季度都会有现金流出 会有利息支付 做现金预算时 假设新增借款发生在季度的期初 归还借款发生在季度的期末 好 需要归还借款时 先还短期借款 归还的数额是1万元的整数倍 借钱是10万元的整数倍 但是可以部分偿还 有了能力的情况下 只需要还多少呢 1万的整数倍 好 那么利息怎么算呢 他说借钱在期初 还钱在期末 借钱在期初 如果按照季度算 那就是第一季度的期初 1月1号 第二季度的期初 就是4月1号 第三季度的期初 那就是7月1号 那么第四季度的期初 就是10月1号 所以他要是在每个季度借钱 第一季度借钱 就是1月1号借的 第二季度借钱 就是4月1号借的 第三季度借钱 就是7月1号借的 第四季度借钱 就是10月1号借的 对吧 借钱 就是借钱 那么还钱呢 还钱我们说 第一季度借钱 最快也要到第二季度还钱 不可能第一季度借 第一季度还的啊 第一季度借 是我们说 最快 他按照季度来的话 也是第二季度还 一般情况 所以说 归还借款 他说是在季度的期末 所以如果是去年 比如说借的钱 那在本年第一季度还 不是在1月1号还钱 那最快 也是3月31号还钱 6月30号还钱 9月30号还钱 12月31号 这样的一个还钱 那这意味着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算利息 怎么算的问题 假如说 第一季度借的 第二季度还的 因为最快 也是第一季度借 下季度还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假如说某个季度借 最快也是下个季度还 这个时候下个季度还 是下个季度的 最后一天还 所以这个利息 至少要算 6个月的利息 就算两个季度的利息 对不对 假如说 我们是第一季度借 第三季度还 那也就是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的利息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按照季度利息来算 而第三季度利息 不少吗 不少 到第四季度利息少了 因为第三季度还 是9月30号还 它也是横跨了 整个第三季度的 这个借款 对不对 所以这块要搞清楚 一般默认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借款在期初 还钱在期末 另外 该公司上年末的 长期借款余额 告诉我们了 短期借款余额 所以说这个 是在我们 本年年初的时候 那只要你没有还钱 那我们就会有 固定的利息的发生 对不对 那就要看 它的季度利率是多少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现金预算 可以看到 归还短期借款的利率 年利率10% 那一个季度就是2.5 那长期借款的利息 年利率12% 那一个季度就是3% 好 我们看它的框架 从期初现金余额 这个是已知的 只有第一季度的 期初现金余额已知 后面的234季度 其实就是每季度的 期末现金余额 转换而来的 对吧 好 加现金收入 这是来自于销售预算 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这不是加销售预算 你的销售收入啊 是加现金收入啊 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减去一系列现金支出 那直接材料 有直接材料预算的现金支出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销售及管理费用 这里面都是要把折旧和贪销 我们把它扣除 对吧 就是算现金支出的部分 此外要注意 这两块一般是作为已知条件 它告诉我们的 就是有所得税费用 有鼓励的支出的 比如说它有固定子海的购置支出 也可以写进来 也是作为已知的 好 现金支出的合计 是比较大的项目了 对吧 从材料采购的现金支出 人工的现金支出 制造费用的现金支出 销售及管理费用的现金支出 所得税费用 和鼓励这个现金支出 那接下来呢 其实关于现金预算 最核心的是这个部分 这是它的高频考点 我们用期出现金余额 加现金收入 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减去现金支出 得到现金余缺 在现金余缺里面 调整到期末的现金余额 我们就要通过 现金的筹措和运用这一块 现金的筹措和运用 所以基于此 现金筹措和运用里面 我们说 你有干嘛 有借钱还钱 取得短期借款 是借入 这会导致现金的流入 会还短期借款 是流出 对吧 短期借款的利息 长期借款的利息 这两个也是流出 所以他们呢 其实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这就是财务费用 我们一般简化核算 就认为财务费用 就是典型的利息费用 这个数字 是要纳入到利润表当中去了 好 所以在现金余缺的基础上 加取得短期借款 减归还的短期借款 减去这个利息 就得到了期末的现金余额 如果说你在这里面 又有介入长期借款呢 那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还要再加一个 取得长期借款 它也会造成现金流入 但这道题目 可能是 它没有借长期借款 对吧 但是长期借款的利息 长期借款 在下一个预算年度内 确实不需要归还 也没有介入 但是 你没有归还 那你期初存在的长期借款 就要算利息吧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上年末的长期借款的余额120万 乘以3% 一个季度的利息 短期借款的余额是200万 乘以2.5% 是一个季度的利息 对吧 这一块的话 利息我们讲 你如果没有归还的话 那就是这个数字 每个季度都会有的 好了 基于此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相关的预算 最快在走的时候呢 首先期出现金余额 是它告诉我们的 这几个数字 是待会去衔接的 全年的期出 还就指的是第一季度出 对吧 是80万元 好了 接下来 现金收入这一栏数字 是可以从销售预算超过来 这几个数字 我们还没有啊 这几个数字还没有 但这几个数字 从销售预算超过来 对吧 两个加在一起 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那这几个数字也得不到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所提到这个数字 可以有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七出现金余额 加整个四个季度的 现金收入可以得到 这三个数字也没有 因为缺了七出现金余额 好 减去现金支出 这些数字都可以超过来 因为这就是来自于基础数据 直接材料预算 直接人工预算 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对吧 那这两个数字是已知的 好 现金支出的合计也都有了 那接下来就得到现金余缺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季度 一个季度走了 好 首先 七出现金余额 八十万加现金收入 减去 这就得到了可供使用的现金 再减去现金支出 那就得到现金余缺 八十八万 五缺 五千八百五 好 那我们看前面的条件 他说 至少大于等于 八十万 那我们看 行不行啊 因为他有利息呢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发现 那你短期借款的利息 你短期借款有两百万 那两百万呢 那么乘以百分之二点五 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利息 对吧 那我们就是有五万块钱 那我们看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有多少吗 长期借款有一千二 有一千二百万 长期借款一千二百万 那这个算出来的利息 按照百分之三来算的话 那就是有三十六万的利息 对吧 你没有还 这个利息就要付 短期借款 这个算出来 那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来说是五万 对吧 每一季有 那只要你不付 就没有回还短期借款 就有五万的利息 所以这是锁定死的 好 基于此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第一个季度 现金余缺 那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短期借款的利息 至少有五万 它为什么写六万啊 别着急 那么长期借款的利息 有三十六万 这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对吧 那你看 发现不够了 八十八万五千八百五 对吧 这个时候减去 短期借款的利息五万 再减去长期借款的利息 六万 三十六万 这显然是少于八十万 那干嘛 肯定要去借短期借款 我们把借短期借款 设为W 这个W是什么时候借的 一月一号借的 我们最快要到第二季度还 所以这个一月一号借的 按季支付利息 每个季度支付一次利息 那这个W就要算利息了 这个W算利息 怎么算呢 第一个季度是一月一号借的 第一季度没有还 所以还要再减去 短期借款的利息 这个乘以百分之二点五 对吧 这个算出来的数字 至少要大于等于 八十万吧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W 可以求出来 好 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 去进行考虑 第一季度的现金余缺 八十八万五千八 减去长期借款的利息 三十六万 减去短期借款的利息 这个是五万 对吧 我们发现是没有这个金额就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它至少理想中的余额要大于等于八十万 所以要去借钱 那借的这个钱 借短期借款售为W 加W 但这个W是一月一号借的 第一个季度要满期算利息 所以再减去W乘以百分之二点五 所以这样的话 把W算出来 要至少 这个大于等于三十三万两千四百 六十一点五四 十万的整数倍 所以就借四十万 借了四十万 这四十万的百分之二点五 那又算出来了一万的利息 所以再和这五万的利息加在一起 整个短期借款的利息是六万 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代入 代入进来最后的期末现金余额 八十六万五千八百五 所以基于此 取得了短期借款四十万 短期借款的利息 期出两百万的利息有五万 那么本期又借了短期借款 这是一月一号借的 又会产生利息 那我们说一万块钱 加起来就是六万 再减去长期借款的利息 期末现金余额八十六万五千八百五 大于八十万 那可以 那这个数字就是下一季度的 期出现金余额 期出现金余额加现金收入 再减去现金支出 那就得了第二季度是 一百五十七万三千二 那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数字 首先看他去 长期借款没有还 所以锁定此 长期借款利息还有三十六万 短期借款 那我们说即使可以还 即使可以还 也是期末还 六月三十号还 所以说 一月一号借的这四十万 在第二季度 还是要满期算利息 再加上我们一月一号 本身就是有的两百万的 短期借款 所以就是两百四十万的 短期借款 算利息2.5的季度利率 还是六万 好 那基于此 在第二季度呢 相当于是一百五十七万三千二 减去这个短期借款的利息 哪怕可以还钱 也是六月三十号还 短期借款 也是满期算利息 再减去长期借款的利息 对吧 那么然后我们说 可以还钱吗 可以还钱 这个W W还了 因为这个W里的利息 已经在这个六万里面了 那我们说可以还多少 只要大于等于八十万就可以了 所以基于此 这个W算出来 只要是一万的整数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第二季度 对吧 现金余缺 减去长期借款的利息 减去短期借款的利息 再减去归还W 至少大于等于八十万 所以W小于等于三十五万三千二 必须是一万的整数倍 所以还三十五万 还三十五万啊 那这样的话 还三十五万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现金余缺这个数字 那么然后我们再减去三十五万 所以算出期末现金余额八十万三千二 好 这就是第二季度末的 现金余额是八十万三千二 这就形成第三季度的 期初现金余额八十万三千二 加现金收入 减现金支出 那得到现金余额212万四千 那这个时候 他长期借款没有还 长期借款的利息 还是这个三十六万 对吧 那我们要知道 在六月三十号 还掉了三十五万的 这样的一个短期借款 所以我们在第三季度 哪怕又还钱 也是九月三十号还 所以他在算利息的时候 那就是应该 期初有两百万的短期借款 一月一号又借了四十万 在第二季度的时候 还掉三十五万 这就是我们第三季度 初的短期借款 用它去乘以百分之二点五 我这里是以万人为单位的啊 就算出第三季度的 短期借款利息 哪怕第三季度还这么多 这个91万的还款 那也是在第三季度 满期算利息 因为它的还 是九月三十号还的 好 所以基于此 我们在第三季度 还是一样的 现金余额212万四千 减长期借款的利息 这是在我们第三季度 期初的短期借款的数额 算一个季度的利息 对吧 那么然后再减归还 W大于等于80万 那么W算出来要小于 等于91万2750 所以还钱是1万的整数倍 那我们至少可以归还91万 对吧 还了91万之后 期末现金余额 把这个91万带入进去 那期末现金余额 就是80万2750 好 这个80万2750 这就形成了 第四季度初的现金余额 加现金收入 减去现金支出 现金余缺是163万0950 好 那这个数字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利息 我们看 长期借款利息 还是36万 因为没有归还 那么短期借款的利息 在第二季度的时候 还了35万 第三季度的时候 又还了91万 对吧 那么到了第四季度 哪怕又可以还钱 那也是12月31号还 所以第三季度末 第四季度初的借款 就是200加40减35减91 用它去乘以2.5% 算第四季度的短期借款的利息 好 那么基于此 其实234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现金余缺 减去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利息 那再减去归还的W 至少要大于等于这个80万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也就意味着 W小于等于44万2400多 所以最多还44万 好 还了44万 算出期末现金预额 80万2450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的全年的期末现金预额 就是第四季度末的 我们资产负债表中 不是会有货币资金的一个项目 期末数就填它 期出数填谁 就填它 此外的话 我们这两个数字相加 就是我们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 或者叫利息费用这个项目 对吧 鼓励在这块也告诉我了 是95万 所得税费用 是它告诉我们的 在算预计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时 利润总额就减去 所得税费用70万 来算净利润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期末短期借款有多少啊 那你想想看 最早有一个200万 自利又借了40万 减去还了35万 减去还了91万 减去还了44万 对吧 就是200万加40万 减去值170万 这就是你最后的期末 短期借款的余额 长期借款的余额没有发生变化 期初是1200万 它没有归还 它只是支付了长期借款的利息 所以期末长期借款 还是1200万 好 基于此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相关的现金预算啊 它实际上就是为资产负债表预算 和利润表预算 去提供数据的 像期末现金余额 资产负债表不是有货币资金 这个项目吗 现金预算里面 这道题它是没有去购置固定资产 如果购置固定资产 体现在哪里呢 体现在就是我们所得税费用 还有什么购置固定资产啊 如果说它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固定资产会有增加 如果没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就把它放在在建工程 还有 未分配利润 我们相关的数据 期初未分配利润 加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减去发放掉的股利 得到期末未分配的利润 那你当年发放掉的股利 这不就是在这一块有所体现吗 减去股利 那就是期末未分配利润 有了 所以这些数据 你没有现金预算 资产负债表预算得不出来 利润表预算呢 现金预算里有财务费用吗 对吧 那减掉财务费用 才能得到利润总啊 再减去现金预算里 有所得税费用吧 把它给扣掉 是不是才能够形成净利润呢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们的资金预算啊 现金预算 请大家好好关注 那我们所说了 从以往来说的话 它的最核心考点 是从现金余缺 到期末现金预额 因为上半部分 都是抄前面的 营业预算中的数据 它考核的点 其实在下面 从现金余缺 它不等同于 期末现金预额 是要清过资金的 筹措和运用 最后得到 期末的现金预额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 20年的一道单选题 假公司正在编制 现金预算 预计采购货款 第一季度5000元 第二季度8000元 第三季度9000元 第四季度1万元 采购货款的60% 在本季度付清 另外40% 在下季度付清 假设年初应付账款2000元 预计全年的现金支出 年初的 是不是在第一季度 要付掉 所以这2000要算 再加上 第一季度的采购价款 在第二季度 就付完了 第二季度的采购价款 那么我们说 在第三季度 就付完了 第三季度的采购价款 在第四季度 就付完了 第四季度采购价款 那么我们有 60%在本期付 还有40% 就形成期末的 应付账款 所以全年付的金额 就是这个数字 我们把它算出来 对吧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也就意味着是干嘛吗 你看 这个加了一万 减了这个40% 因为这个部分 要到明年第一季度付 会形成期末的应付账款 所以最后算出来是3万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 本年采购金额 只有第四季度的40% 没有付 期初的应付账款 本期也要付掉 所以总共算出来 现金支出是3万元 好 我们看下面一道单选题 某企业财务总监 请你帮助 这个编制现金预算 在11月初 短期借款是1000万元 那么 年利率是6% 那我们现在呢 它是按照什么 去编制预算呢 那应该是按月来编了 对吧 年利率6% 一个月就是0.5%了 6%除以12嘛 一个月的利率 就是0.5% 长期借款是1500万 年利率12% 这就是一个月的利率 假设11月 现金预缺 已经告诉我们 是负的550了 所以它相当于 已经算到哪里了 它已经算到哪里了 已经算到这一块了 这上面加现金收入 减现金支出 已经全部给我们算好了 那从现金预缺 开始往下走 得到期末现金预额 是这个思路 好 所以基于此 现在呢 现金预缺是缺了550 肯定不行 而且还要要求 就是至少不能低于100万 所以你要去借钱 付的550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考虑利息的 考虑利息 它每月支付一次利息 借钱在期出 还钱在期末 首先 11月初的 这个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那我们说即使在11月份归还 也是11月底归还 它也是满期算利息了 所以在这里再减去1000万乘以6%除以12 短期借款的利息 再减去1500万乘以8%除以12 长期借款的利息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借短期借款 那借钱是W 这个W呢 是什么时候借的呢 也是11月1日借的 那所以要满期算利息 再减去W 短期借款的利率是6% 再去除以12 这样至少大于等于100万 这个W不就算出来了吗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去可以分析出来 对吧 付的550 借这个W 就设X 减去什么呢 这是本来有的短期和长期借款的利息 这就是新借短期借款的 这样的一个利息 至少大于等于100万 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把这个算出来是 至少大于等于668.09 借钱是10万的整数倍 所以最低借670万 对吧 那么你最低借670万选币 那把它带入 它再问你期末现金的余额是多少呢 那就把它带入之后 把这个X670带进去 那最后算出它的期末现金余额 应该是要大于100万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12年的一道计算题 这个呢 就是跟我们现金预算是有关系了 他说 请根据上述资料 为假公司编制现金预算 那么填表 我们看这个表的这样的一个熟悉过程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忽略掉 期出现金余额 加销获现金收入 销获现金收入包括两部分 本期销售本期收款 上期销售本期收款 就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减去一系列现金支出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销售与管理费用 所得税费用 购买设备的支出 就得到现金支出的合计 对吧 那么然后呢 把这个扣掉以后 就是现金的多余或不足 那再考虑 现金多余或不足 到期末现金余额 向银行借款 归还银行借款 支付借款利息 对吧 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好 基于此的话 那我们看到 那这个表 我们是熟悉 就到这一步为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给我们的数据 他是一个生产番茄酱的公司 该公司每年都要在12月份 编制下一年度的 分季度现金预算 该公司呢 只生产一种 50千克的桶装番茄酱 由于产原料的采购的季节性 只在第二季度进行生产 销售全年发生 所以他的现金支出 主要是在第二季度 销售全年发生 那每一个季度都有销售收入 好 各季度的销售收入告诉我们 750 18 750 750 就是一个大头 带有明显的季节性 所有销售均为奢销 应收账款期出余额250 预计可以在第一季度收回 所以这就是形成第一季度的现金收入 每个季度的销售有三分之二 在本季度内收到 还有三分之一下一季度收到 我们根据这两分数据 现金收入就可以明确了 我们把它就可以填出来了 对吧 我们所涉及到的 就是期出有应收账款250 在第一季度收到 第一季度的销售收入 三分之二 一共是750 三分之二 在第一季度收 三分之一 在第二季度收 第二季度销售收入是1800 那么三分之二 在第二季度收 三分之一 在第三季度收 那么第三季度的销售收入 750 那么也是三分之二 在500 在本季收 三分之一 在第四季度收 第四季度销售收入 本季只收了500 还有250 会形成期末的应收账款 对吧 所以说现金收入 这一栏 我们就把它填列掉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啊 好 第二第三分资料 我们给用掉了 那接下来看 第四分资料 采购材料原料预计 支出912万元 第一季度预付50% 第二季度付剩余的 那你看 他所说了 只在第二季度进行生产 所以说这个材料款项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做现金流出 人工费用预计发生880 直接就是第二季度支付 负现的制造费用 就是没有包含折旧的 这是算现金流出的嘛 第二季度发生850 其他季度发生150 负现制造费用 均在发生的季度支付 每季度发生并支付 销售和管理费用100万元 全年预计所得税160万 分四个季度预缴 每季度支付40万元 我们发现 这几分数据 妥妥的是送分体 对吧 那然后第九份资料 我们也可以看到 类似的啊 公司计划在下半年 安装一条新的生产线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各支付设备款200万 所以 从第四份资料到第九份资料 都是它的付款 基本上很简单 直接材料 第一季度预付一半 第二季度付一半 直接人工第二季度付 制造费用第二季度是大头 其他几个季度 各是150 还你费用 所得税费用 那我们说每个季度 分别是100万和40万 购买设备支出 第三第四季度 每个季度支出200万 这是他告诉我们的 所以这个现金支出合计 是妥妥的送分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十份资料啊 期初现金余额是15万 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数字是锁定了 这几个数字 那我们就是要根据 上一季度末的余额来算 期初的全年的期初数 就是他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 没有银行借款和其他负债 说明期初没有借款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产生的利息 就是本期新发生借款的利息 没有之前的借款 在本期所需要承担的利息 公司需要保留的最低现金余额 是10万元 现金不足 最低现金余额时 需要向银行借款 超过最低现金余额时 需偿还借款 借款和还款数额 均为5万元的倍数 借款年利率为8% 一个季度支付一次利息 按2%算 计算借款利息时 假设借款均在季度初发生 还款均在季度末发生 那么也就意味着 借钱是1月1号 4月1号 7月1号 10月1号 还钱是3月31号 6月30号 9月30号 12月31号 但是你要知道 第一季度借钱 不可能第一季度还 最快也要到第二季度还 就是要错开一个月的 好 那接下来 除非他题目说 可以第一季度借 约初借 期末 这个期末还 但我们刚刚 季度初借 季度末还 本季度末还 对吧 除非他题目讲说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进行一个分析的过程当中的话 那我们刚刚呢 第一个季度的 期出现金余额有了 现金收入有了 减去现金支出 那得到多余或不足 19万 他说要大于等于 10万 对不对 这个余额 是多少吗 就是最低 保留10万 那也就意味着 他又没有这个借款 所以就是说 没有这个归还借款 支付利息 这两项都没有的 因为他没有借款 期出 所以就是19万 啥都不做 这19万呢 就形成了第二季度的 期出现金余额 再加上现金收入 减现金支出 那我发现 有不足了 是负的857 这肯定不行 因为最后 要大于等于10万 那干嘛 就要借钱了 借多少呢 像银行借款借W 这个W借的是 4月1号借的 那我们就要满期算利息 那么减一个季度的利息 对吧 他利息按G支付 W乘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他这里是设为A2 对吧 那么就是算出 这个A呢 大于等于884.69万 你是5万的整数被借钱 所以就要借885 885乘2% 那利息就算出17.7 再把这个A885万带进去 期末现金余额就是10.3万 所以这个时候多米诺骨牌 效果非常明显 你这个数字算错了 第三季度就得跟着错 好 第二季度期末现金余额10.3 形成第三季度的 期出现金余额10.3 加现金收入 减现金支出 那得到 在这一块呢 就是得到620.3 那可以去还钱了 对吧 620.3 我们即使还钱 那你要知道 这个季度的利息 和这个季度的利息 是一样的 为什么 还钱也是9月30号还 你在第二季度 4月1号借的885万 在第二季度是456三个月 第三个季度 也用了789三个月 因为是9月30号还 对吧 所以还是17.7 它只是不需要再介入款项 到了第四季度才可以减少 对吧 好 所以这个620.3 减去17.7 再减去还钱的 那我们就设为币好了 那至少大于等于10万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可以干嘛吗 就是把这个币算出来 对吧 这个币算出来 小宇等于592.6 还钱是5万的整数倍 那只能还590 所以再把这个590 给带入进去 所以就形成了期末现金余额 是12.6万 好 那么第三季度末的现金余额12.6万 这就形成第四季度初的现金余额12.6万 加现金收入减现金支出 那现金多余或不足 272.6 这个数字 那也可以去还钱 因为最后大于等于10万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啊 它还钱 这个设为C好了 什么时候还呢 12月31号还的 那利息有多少呢 我把利息扣掉 最早借了885 对吧 那在4月1号借的 第二季度借的 第三季度 9月30号还掉了590 所以这个数字 那我们说 你要是全部还 也是在第四季度末还 所以它也是满期算利息 所以这个数据呢 那我们就要去乘以多少 2%来算利息了 把这个算掉以后 再减去C 大于等于10 所以这样的话呢 第四季度 那我们看到 只是把590还掉了 因为这是第三季度末还了 剩下的在第四季度算利息 5.9 对吧 272.6 减C 减5.9 大于等于10 所以这个C小于等于256.7 所以还钱是5万的整数倍 等于255万 所以第四季度 归还银行借款 255万 扣掉之后 期末现金余额11.7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啊 其实你想想看 它难度并不高 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这个题量还是蛮大的 这个所有的数据都要一个一个算 还是蛮让人抓狂的啊 好 合计数这里的期末现金余额 填的就是第四季度末的这个余额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但是这个数据啊 我们去进行分析 现金多余或不足 是可以累加的 是可以累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好 所以期末现金余额就是第四季度末的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合计数啊 合计数期出现金余额 第一季度出的 对吧 这两个数据 其实是可以怎么样呢 横向累加的 对吧 就是本期销售本期收款 把四个季度的加在一起 那么上期销售本期收款 这四个季度也可以加在一起 好 接下来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这个可供使用的现金 因为是期出现金余额 加上销售现金收入 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进行计算时 那就应该是纵向来算 你不能去横向 因为横向每一期的可供使用的现金 都包含了期出现金余额 期出现金余额是十点数 它是不可以累加的 所以这个4065不能是说 这四个数字加在一起 而直接用期出现金余额 就是第一季度出15万 加上这个四个季度的销获现金收入 加这两个数字 这是可以的 好 下面现金支出 这个合计数可以是四个季度 累加的这个合计数 对吧 现金支出合计也是一样的 可以累加 但是现金多余或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是这几个数字 累加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现金多余或不足是怎么算呢 是期出现金余额 加上现金收入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 再减去现金支出 得到每一个季度的现金多余或不足 这里面的数据 它是包含了七出现金余额 但凡包含十点数的 都不可以横向四个季度累加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应该用七出现金余额 加上现金收入得到可供使用的现金4065 再减去现金支出4052 直接得到13 对不对 好 那所以 那这个数字也是一个期末的十点数 就大家关于合计数 有的数字啊 你看你觉得很简单 你上手做 会发现和它有不同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 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要会去比对 好 那这是我们对于现金预算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利润表预算的编制 这个比较简单了 我们仍然是看前面的大体啊 关于利润表的预算 销售收入是来自于销售预算 是按照全责发生制的啊 因为收付实现制的现金收入已经纳到前面的资金预算了 销售成本是产品成本预算 产品成本预算不是单位的产品的成本已经有了吗 对吧 再去乘以什么呢 销量 那算一下销售成本出来 销售收入减销售成本得到毛利 减去销售几管理费用 这里面是含折旧的啊 利息是来自于现金预算里面 刚刚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 那就是减掉之后得到利润总额 这里的所得税费用也是来自于现金预算 它预估出来的 刚刚已经看到现金支出里有它 你不能按照利润总额的25%来算所得税费用 因为25%的所得税税率 是根据因纳税所得额乘以25% 利润总额不等于因纳税所得额 在此基础之上要进行会计调整 对不对 好所以呢就得到相对应的净利润 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好基于此呢 销售收入 把销售预算的销售收入的总金额 销售成本 这个数字也是到产品成本预算里面 它有这个数字 拿销售数量乘以单位产品的成本 得到毛利 减去销售及管理费用 这是含折旧的 这个金额1639,750 这就是现金预算里面 短期借款的利息和长期借款的利息之和 减掉以后利润总额 再减掉这个所得税费用 这也是在现金预算里面有的数据 得到净利润 这个数据你看看 如果说现金预算里的利息费用没有 这里的净利润就得不到 而这里的净利润得不到 待会资产负债表 这个预算里的期末未分配利润就得不到了 好 所以这块给大家一点提示 这是关于所得税费用啊 它其实不是根据利润乘以所得税 税率算出来的 因为要进行纳税调整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预估的 这个预估的数据已经纳入到现金预算 所以它会作为已知条件告诉我们 我们直接到现金预算里面 把它放出来就可以了 好 利润表预算它涉及的报表数据 前面都已经过掉了 那跟资产负债表有关吗 有的 就是期末未分配利润 因为期末未分配利润 它等于期初未分配利润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一块实现的预期的净利润 对吧 再减去现金预算里面的鼓励 那就得到了期末未分配利润 好 下面一道多选 下面各项预算中 在编制利润表预算时 需要考虑的有 销售收入来自于销售预算 对吧 这是销售收入的出处 产品成本预算 这是销售成本 那么现金预算 这里主要是这个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资产负债表预算 这是排在最后的 所以跟你没有关系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选择的就是ABC 谢谢大家